《留下来的,放眼世界,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坚尼地正经,冯志正》 好,欢迎回到今天《坚尼地正经》 今天我们每两个星期一次就和方圆谈一些关于在美国的醉身状态 一些事情,有没有新的法例等等 但是在我们讲正经的事之前,我要强烈谴责先 要强烈谴责方圆 我上次听了方圆在麦图跟我说 我给你两只股票,是对的,是好事来的 方圆介绍了我们的chart 应该是chart hill 其实那个是round hill,还是哪一家呢 其实是ETF是买了一些关于香港和欧洲 美国的科技公司 全球 全球AI的ETF 那是好事来的,好事来的,我很开心 我都在方圆调责到一点点 然后谁知道原来是方圆收了一只Octity Oc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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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只美国IPO 我记得它那时候是到达到五十多元 现在是到五十元 招股那时候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开价那时候四十多元 是,我先讲个故事 那首先,其实说真的 我又不是说自己是好事的 但是逢同学问我有什么AI股票好找的 我说不如找一只大包围给你吧 那它买中了 那这个我想,我就没有什么投资建议 纯粹我给一些適合它的东西 那第二只IPO是我找的 但是它看不到因为它没有给钱 给钱才有回报的 那那间公司是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它是以色列基金的公司 它是以色列的founding company 然后就在美国上市 它最主要是做一些粉底液的 其实大家听到做粉底液的那些 其实应该都没什么搞头 但是它搞笑就是它拿了个Tag裡面 就混合一些AI东西 那些女士如果去买粉底液 你很多时候要in person 真人去到那店铺试 试完对才买 那它就突破一点点 就说OK,你填点文卷 或者你给它一张照片 它就可以帮你配搭你的皮肤颜色 然后就寄了粉底液到你家 不適合还可以退 那简单的东西值得有什么投资呢? 信封就算了 作为一个价值投资者 你就要看这条数目 其实我看这条数目是帥的 就是收入成长差不多 这两三年是几十% 好像两三年差不多翻了一倍的收入 但是它是赚钱的 所以对我来说 这些成长股有收入那么强 也都赚钱的公司 其实就不多的 看回上市价 其实那时候是28-30元 那上市之前它再改到35元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税位吃的 即使它第一天上到40头 好像是41元左右 我都觉得还有税位吃 那我自己就买了一点 那五十几元就丢了 因为我自己计价 差不多了 那做人就不要那么贪心 所以就 是的,有这种股票被我捞出来 那顺便就 顺便就现在介绍给大家 也都顺便跟馮同学说 那免费的东西就不是每次都中的 给钱的东西就应该有好东西了 OK 是,所以告诉大家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在阿基尼地 又有会员区 不同地方又有Patreon 是不是呢? 什么地方又有Patreon 原来真的有价值的东西 是有价值一点的 是的 但是今天也要讲一些 基本的一些可能市面上的新闻消息 尤其是我看到 方元帮我们做了很多的PowerPoint 其实都非常之有趣 尤其是一宗新闻 就在昨天的时候 就刚刚一公布出来 香港市民就有点害怕的 因为我们试完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这个 刚刚分享出来的screen 你就会看到 美国政府 就开始去限制一些中国的投资 尤其是 为什么香港人会介意呢? 就是因为它加了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 As well as Hong Kong and Macau 那只是说完这一句之后 大家香港人就非常之担心 先来问一问方元 这一宗这样的新闻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这宗新闻是一个延续 或者是一个 我觉得是确认的讯号 说真的 老实实 中美关系 其实都不是 冰封三尺 都不是非日之寒的 自从其实由某个战开始 已经一路都比较冰冻 还有其实你看到 其实美国一路吹风 我要压制 比如中国发展AI 或者是发展晶片技术那些 一直都是在这个 他觉得那个力度不够强的 其实 他限制了你出口的晶片 或者跟南韩 和荷兰 和日本 这样的联手去做一个 我叫做一个 叫做一个 起牆 但是其实 另外 其实他自己本土 都有不少钱 流入了中国 所以我想他是想在这里断卖的 这里断卖了一些什么 比如政治上的考量 就是 就是不用跟我卖了 因为如果大家清楚 或者可能 冯同学 比我更了解 中国其实我想 有不少 就是每年 扔了不少钱在美国做卖 就是特别是这些做生意 这些去搞 就是碰到中国话题的东西 其实他们 会有很庞大的资源在那里搞 那我就不如 我自己看就说不如不要犯了 那直接在那里断卖 那你们就不用想在中国那里投资 赚钱 这些人血饭头 可能对美国来说 那这个我觉得 真的完全想 再将这个圈圈 或者这些围场 再丰密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时间怎么出 或者是 都应该是在为大选铺路 那就是 现在 譬如 反中这个浪潮 那在美国 或者是 我想特别是在美国 都是一个比较烈满一点的话题 或者大家会关心的 那大家都不想 特别是这个肺炎之后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反感程度 都挺高的 那 顺便借这个消息 那就 帮一帮他 筹备 这个 下年大选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自己 我自己看是 除了经济考量 都有不少政治考量 如果我们在说的 那个政治考量 我又要 这一集突然间 变成自己的广告集资 我们又要赞一赞自己 就是因为 坚尼地频道 就是我自己有几集 应该是上几个星期的了 就是在跟着两个消息的 应该是两个 都是一个不同的委员会消息 一个就是 你看到的 就是上七天之前 我和阿佛 就做了一集 是在说国会 调查一个指数的公司 和ETF 应该是Black Rock 以及调查MSEI 但是其实 再做多一个星期 我们还有一集节目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在说 就是这个 我们看到 美国也是同一个委员会 在调查四间 创投公司的中国项目 那其实你会看到 那个委员会 虽然是一个 Congress下面的委员会 但是其实那些报告 是在跟着同一件事 就是美国投资者 开始投资着一些基金 那些基金是有中国成份 那头两下的代表 或者那个发言出来的时候 已经看到 这个这样的中国投资 是包含着一些香港上市公司 包括商堂 那就是你会看到 为什么刚才我们方元就说 我们现在中美关系 这么冷淡的情况下 拜登他自己 有他的选举考虑 但同一时间 如果你跟着国会的消息 你就会知道 这件事是一向都指日可待的 其实应该虽不中亦不愿意 但是我们这次这么说 是不是香港都真真正正 成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在这个默契战下 绝对是的 其实我想大家看回 特别是《国安法》之后 如果要我了解 美国是将香港这个 之前大家觉得一个 叫做common ground 对我来说 或者一个缓冲区 就直接割了一席 就是OK 那你玩到这样 那我当香港是你 真真正正正 就是经济看也好 什麽看也好 那就真是回归中国这个部分 还有你除了看美国 你刚刚逢同学看的那些资料 另外我也会看一样挺有趣的 就是看美国那边的旅游警示 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 其实现在的香港好像没有记错 已经去到level 3 这个水平 就是最高是level 4 现在美国都不建议公民 或者是国民去那边旅游 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 有机会 是呀 不同学 是呀 不同学 是呀 说完就无畏遮了 是的 我想大家都很了解的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信号 直接将香港的 即香港都是一个比较 因为这件事 然后受到这个波及的地方 再加上 讲开香港 真的你看一下这段时间 我今天先看一些新闻 那就是说 那些投行炒人炒得挺厉害的 香港 没有IPO 那当然啦 没有IPO 不只是香港的问题 那外资其实在香港都走了不少 我想大家了解 那当没有什么buyer 或者是没有什么公司 那你下一步的话 就没有下一步 就是没有M&A 没有IPO 那其实而且现在都没有什么公司 都会去美国上市 我想中国都不是很 政府都不是很想你做这件事 所以你不是说 你当年都叫做 离开在最好的时候 哈哈 是 刚刚好 那个位是 真是天算 天算 不如天算 是啊 你差不多是最高点的时候 就离开IPO 然后就去 哈哈 你看现在你留在那里怎么办 哈哈 哈哈 都 搞了一段时间 应该现在就没什么 不是啊 去年都应该没什么 因为以我了解 去年UBS 都整个团队这样 起身的 就是Ibank那边 哦 真是恭喜 啊 跳船最重要是跳得正好 不要跳太早 又不要跳太晚 跳得正好 哈哈 我入行的时候 刚刚是 因为我先介绍自己的背景 其实我那时候 是在一家小的 投行的Potek 帮一些中国的上市公司 主要是民营企业是去欧美是做M&A的 所以就算是比较国际性啦 那个背景 做了几年 入行的时候 刚好中国政府是 或者民企也好 国企也好 是在海外来说 投资是最大的一年 那几年啦 或者这么说 一五一六那些位 最好的一口汤 都不是 最好的 如果你说金融最好的一口汤 应该是现在 差不多五字头那班师傅 那班师兄 就舔了整个香港八九十年代 最好景那段时间 我们其实 说真的 80后90后 就是 叫做美水 舔到别人 吃剩那些骨头 黏着那些肉 但是也是很足够 刚才我们说 五六十岁那些什么人 就是我们另一个嘉宾主持 就是笑笑套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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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这么有空做YouTube 你知道什么 找够了嘛 就是八财纳品 出来说说话 就是教育 所以我都见识过 或者了解过 那段时间的 投行 香港也好 内地也好 或者 譬如中国内地出海 去买东西的情况 叫做 还有你见到这个情况 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它可以不选择美国上市 但是有部分 即使不选择美国上市 都好 它可以选择在香港上市 所以香港从来都是一些中国公司 那个金融的心臟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 美国去制裁 中国的企业 没有理由不包香港 你想也不明白 为什么香港可以禁止 其实以前就 我想大家都在这个 common ground 或者香港这个地方 山头 一向都叫做 分饼都叫做云 以我了解 就是没有什么大冲突 OK 但是就 因为一些 我觉得都是 19年之后就开始 转变 那特别是 其实 譬如逢同学以前 其实为什么不打 第一个就是 分贓的问题 第二个是 你觉得 华尔街在那里 你喝得少了吗 那些钱 每间大的IPO 就算在香港上 阿里巴巴也好 我想京东 你看到的那些 其实 起码都有一间 是欧资或者美资行 甚至 譬如再早期 说的是 2000年的时间 譬如 中国内地的投行 水平不行 就是你和国际 那时候还差很大 水平 基本上上得市 都是找外资 所以 其实中间的利益 真的不可以说是小的 所以 所以 那时候 还叫做OK 大家都叫做 势均力敌也好 或者 大家的山头 都不会踩过界的 那时候 大家还可以 在那个环境 在框架上玩 那就赚钱了 那是这么虚偽的 你觉得中国那些 譬如那些问题 譬如 美国谴责中国那些 什么人道问题 那些第一日 三十年前都这么说 真的 由中美开始复交之后 开始就说到现在 所以 你要说八九六四到现在 都不知道多少年 要说这些就说到现在 但是你都发觉 是主要投资的 华尔街 你悼念你的六四 华尔街继续赚钱 但是近来 但是我们看到 美国政府是多了动作的 尤其是 刚才我们讲到 几集之前的 《堅尼地政经》 我们就讲了 国会下面 有一个 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委员会 专门看它的投资项目 我记得现在 是不是都有一个新的部门 还是有一个旧有部门 都开始很针对着 这个中国的问题 哦 旧有部门 这个叫CFSAT CFIUS 其实有趣的 其实我也找到 这个部门的背景 其实它是专门看海外投资的 它是under美国的 TREASERY 所以接近拜登 下年 如果正式实行 这个 怎么说 实行这条法例 其实就是由TREASERY 去做监管 然后CFS去做执行的 这个部门 我现在写了 Revise CFS 因为是 以我的看法 我找回资料 其实是第一单 美国以针对一个国家 性感的行动 去叫这个机构去做 其实基本上 平时 这个机构 就纯粹是看一看海外投资 那就算 就不会说 因为一个国家 某些东西不允许 然后它会去阻止你 就是 我找回一支 基本上中国 都很厉害 成为了第一个 令到美国政府 要去 要这个部门去 去进行一个 叫做 比较政治性的一个审查 是的 所以都是 整个过程 这个框架大概就是这样 而且都是一个主动性的调查 因为以前我记得 这些这样的委员会 什么时候去阻止人呢 就有两个关卡 一个就是 现在美国对外的投资委员会 另一个其实在TREASERY 就是一个对内的投资 就是你如果投资美国 有时候都要过一些委员会的 但是如果你的投资額 过到某个金额 那才会触发了那个机制 或者有人投诉 才会触发那个机制 要上委员会申请 否则那个委员会是不移动的 就是Antitrust 就是应该你说的 就是Antitrust 那美国国内的就是FTC 是的 FTC 那它就专提反弄断法 就是基本上 其实你里面可以打的 基本上都是狼断的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会令到这帮大佬出手的 是的 那个框架就是这样 所以刚才对 一帮是海外 一帮是对内 都是做不同的事情的 嗯 但是这帮事情 如果我这次这么说 其实真的我们 在这个新的 或者叫做 同一个机构 但新的职能情况下 中国可不可以叫做 是一个非常大的敏感渠道 就是每一次我们对话 投资呢 其实我们可能投资者 尤其是美国的投资者 都要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机会 中这个委员会 起码要加多关卡的 绝对会了 但是其实我 暂时我看到这个执行上 它应该是追着一些大的基金来玩的 因为大基金才会拿着钱去买一些 譬如未上市的公司 或者一些比较有潜质的start up 这个就是一向 如果你看回钱的玩法 你上市买的那些公司 基本上不是最大的 或者最有影响力的 那多数就是那些 未上市的才有 所以我估计 其实这条法例 真的针对着PE fund 譬如一些 机构投资者去做的一件事 那你说最后散户 其实我都想过的 散户有没有机会可以买一些 譬如之前你和焚总说的那些 MSCI 透过 或者BlackRock 他们出很多ETF 那有没有机会在那里可以走一下 就是有得漏少少 看给一些美国人投资呢 我觉得这个就 这个暂时好像 我见美国的取替 就没block死的 就是个人投资者 你这么少钱 他应该不搞你 但是这些大钱的话 就是专block那些 大的私募基金 创投那些 那基本上 所以才要过这个委员会 如果不是你一个普通人 那你没理由 拿着一行一百万 那你拿着现金回去买东西 这基本上都不合理 你拿着一百万 去到香港找一层楼 都找不到给你了 大佬 现在在减价 可能晚一点就可以了 拿两行 李先生那个拿三行就行了 拿三行就上车 是不是 以前你拿几行怎么可以做到事 美机 美机 美金 当然是美国 那就可以了 但是也不行 走进太古城都帮不了你 走进太古城 你还是拿一箱来 我都没用 但是你刚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哪怕是我们一个机构投资者 它影响都很大的 如果不觉意退休基金不见了 又或者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投资公司 它突然间就一个ex China的项目 某程度上 其实它对中国的市场可以很大冲击 其实你已经看到了 其实这一年 特别是刚刚过去这一年 你会看到这个情况的冲击 那么 多直接算 间接这些就算不了了 因为现在内地的数据 都完全是黑白 我想这个没有人会反对 其实也有几个很重要的例子 其中一个断交的就是Sequire 如果大家在创投圈 或者做Tag的朋友 一定听过它 中文名叫洪杉资本 在美国来说 基本上是Tag界最厉害的 其中一间的风头 或者是创投的公司 其实它之前 一向它周围全世界都投的 中国其实是它一个 都叫做会投开的市场 所以 有一些早期的 中国的Tag Startup 是会有Sequire在里面的 那些名字 我不是太记得 可能巴巴的股都有 应该 洪杉资本是一间 我记得在中国一些 所谓的创投界 比较好的公司 尤其是你去到 差不多上市之前 那几个分 就是洪杉资本 当然你不要想着 它有Angel Fund 这麽大的东西 就不管你了 但是其实它现在的新的新闻 它说Split China and India arms from the US mother ship 其实这个意思是 我是在开一个 是不是叫做分拆上市 可以叫做好一点 看你怎样看 以前就是 我给一个例子 就是一间屋 两间房 那些钱是大家招的 譬如你和父母一起住 你是子女的 你在外面有些东西想买 那你就问爸爸拿钱 你自己不够的话 或者你OK的 你自己搞定它 那现在就不是了 sorry 我们分屋了 就是断绝关系 钱都打不到给你的了 不用想了 譬如 那儿子那边 你家屋 譬如公公客 断工 含起 mortgage sorry 父母这边 就未必会借给你了 或者你经过 普遍的程序 我收购回你 是的 过不了 如果你这样 你就会 你投资回中国 它持开的企业 多数都是科技股 我估计 你应该投不到 买不回头 sorry 可能你中间 还要过几个层 anyway 我想给大家一个想法 以前就混合一些东西 一起资料 现在就叫做 完全分开了 所以你说 就算现在的 红颤中国 还不是叫红颤呢 那这件事 就看你自己 怎样去看 以前的红颤不是真的 是红颤的 是绿色的 那时候的红颤是真的 拿着自己的树木去做 不要打算中国的东西 就是红颤 是的 是的 但是他现在这样说 这种ex China 的做法 某程度上 是否可以说 他允许了美国的金融 和印度的金融出来 如果我要上市 我要给你买 你可以买到一个ex China 我不一定 直接投资中国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以前是 以前是 以前他们 那些PE怎么玩呢 就常常是 你会 集资先的 就是他们的PE 背后就是一班金主 那他可能会有些最低的门槛 譬如每人一球 美金 假设那样 那他们就集合了 数万个 或者再数十万个金主 那 就拿着一块钱 然后就到处去购买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玩 那所以 譬如你適合你的问题 那还可以投资呢 那就对不起了 美国这边就没得投资了 那中国那边就 反过来就是 你自己重新 你要买东西就可以了 你自己在国内 提出钱 自己投资国内的东西 自己在那边 譬如上市的 就上 走出去香港上 走出去香港上 那边就这样去玩 那中间那块钱 就应该 对不起了 但是就有个 我想讲完整个红颤的设计 我想讲一下 一些法例的 一些细节的 技术的 就是 法例就没有斩得这么死 就是没有斩得这么死 意思就是 现有你投资的那些 OK的 它不会移动你 OK 所以大家那块钱摆在那裡 不用明天立刻 要买了去 不用叫购买 没错 但是接下来就 抱歉了 它提出了这个法案之后 那些所有交易 你还没谈好那些也好 准备买也好 你明天付钱也好 不行 全部就要过这个委员会 然后全部都应该 就会被人去禁止 如果不过要求那些 所以实际执行上 就未必是 就是中间都有这些交易 但是我估计 就是当你只是可以出 不可以入的话 我想你的方向都是单线行车 最后那些钱都会慢慢地 竖起来 最后都是 还有我估计这个 d risk的程序 是take time 所以为什么这条新的法例 都不是说明天立刻去执行的 是说明天才开始执行的 就是说明天才开始执行的 就是如果你还没谈好那些交易 你有一年时间内谈好它 因为一年之后 新家的事情 就不会再发生了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们都导致到看到 其实现在 很多人这一段时间 都会希望做一些多些新交易 或者有照片就close了它 你只有一年时间去执行的 那这个是不是 都是看到中国的行为来的 你只是中国去close 去海外close 对不起 你只是美国去中国close 对吗? 是啊 我看不到 那有没有中国公司 打算快要close一单的交易 就是跟美国的厂 或者跟美国的网站 下年你投不了 你今年快要投它 或者你要买东西 你先买它 就是正正现在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 就是房地产 其实很厉害 现在是加州这边 我在说一下 其实几个州 就是外面美国很多个州 那些华人都是买房地产的 他们怎么买呢? 他们是cash 不借钱的 cash buy 果然是不受高息影响 没错 是啊 那我听一些朋友说 是有数据的感觉 有啊? 那里有 因为美国现在都不是那么多人 肯卖楼 因为你 譬如你在买房地产 现在三厘四厘 如果我买了自己的房子 我出去买第二间 说的是七厘八厘 我借不到这个钱 所以不是很多人肯卖一层楼 二手楼那些交投就不回约了 其中一个原因 所以其实譬如湾区这边 都不是那么多楼 就是二手楼推出来买 但是有的那些 基本上 中国的买家基本上都厚住 在这边其实都买得很小 我听说 Texas那边之前都是 但是 正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或者不知道 这些时间点其实是很过人的 如果冯同学 你有看回美国这边的新闻 有几个州是禁止了海外的 中国 Florida 中国Florida Texas也是 但是除了是中国 其实是中国and France 就是 你数得出那些 就是伊朗那些 不包括香港 就是北韓 不是 不知道他怎么看 这个到原来也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Florida 就是说禁止了中国籍买楼的时候 他说他跟着帖子 接着那些人就问了同一个问题 特区护照是行不行 然后也有些人在计划 如果大家有兴趣 麻烦你再拿一张特区护照出来看看 你的封面那一页 不是那么大的字 写着香港特区的 你的字是先写着你的国籍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 它有机会 Florida 有部份官员 当是看不到 就说中国我就不给买 或者我也免得卖你 那些中介公司 所以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亦都是导致到很大的问题 你看到现在 数楼其实在Florida 出现中 虽然现在禁止了 Texas 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买楼团 如果大家 方圆不会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TikTok TikTok 是有Texas的买楼和装修群的 很好看的 教别人如何装修Texas的楼 究竟哪些有泳池要买 哪些泳池的设计好些 这些我就觉得非常好的 但是去到最后 现在你发觉 英国都开始在爆买 现在又在购买 南韩也是 南韩也是 日本呢 但是又有趣的是 我不知道那些钱是怎样来 或者是哪个 就是 这件事 是的 因为这些比较难去统计 如果你说碰上数字 或者是退回个人层面的话 那你比较散一些 但是问题就是 那些钱究竟是 政府允许你出去 还是说 其实你一向外面都有钱 但是你找个地方拍 还是 是什么 但是这件事 令我还是 我觉得摸不着头 是啊 但是你说到这里 也不用太担心 那个钱怎么流出去呢 那我就真的 我真的很实地考察 我去了英国一个 伦敦的北部城小汤仔 那他有一个 有几家几出名的发展商 那你当然有时候 真的有空无事聊一下 一些姐姐仔 跟他说 喂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最近谁买的东西多 那我看看那些东西怎么做 原来最近 我们发觉 有几个楼盘 都是有一些突然间 放出来的单位 明明第一期买了 就是已经设计到第三期了 但是第一期还有一些货尾剩 然后我们真的去追查 那些货尾是怎么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你说 哦 因为第一期那个 下定了 下所有东西 下所有东西 不过最后够钱出不了你 就不是购义做不了 是够购买的 够钱出不了你 所以呢 就是第一期呢 还有一个单位 那你都开始猜到 我是怎样去套那些姐姐仔的资料 我当然跟你说 我要便宜 我喜欢第一期 我死也要第一期 哈哈哈哈 我可以买很多的 你有的 你有方我要的 是啊 然后他就真的会在笼底里 找回一些第一期的 就是早一点已经卖完的期数出来 他就会很清楚地告诉你 那你当然再有些质疑他 哇 你第一期突然间那个卖不出 是不是因为这个水喉漏水 漏水 建筑材料做得不好 那他就会很清晰地告诉你 其实是购买的出现问题 不是因为这样做不到购买 这招挺好玩的 真的 比蔡玉玲做这些721的 哈哈哈哈 你真是 说到那些人 哈哈哈哈 都要过一过堂的 是啊 那你不堂 那些中国 就是香港堂嘛 这些英国堂不同的 哈哈哈 英国这些合法取绿消息来的嘛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真的有时间有点长了 不如我们呢 广告回来的时候呢 我其实有另一个问题想问 因为其实最近 中国都出了另一个消息出来 就是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是在减少着 而且减少得很突然的 但是我听起来呢 其实不是今天的事来的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不如我们继续广告回来 继续 在小朋友眼中 他们快乐的回忆在哪里 归属感在哪里 安全感在哪里 同心看世界绘本系列 全新推出 我是什么人 及什么事国家 回应时代需要 和小朋友一起探讨 香港人身份认同 二乡港鞋 愿归来刑事少年 30个移民家庭的教养力险忌 是2019移民潮后 首本离散港人访谈集 由希望学暖心出版 基尼地球频道 已经突破了30万订阅 我们除了有香港特区的观众之外 还有英美澳台加等等的观众 集中在关心社会的高学力人士 如果大家有任何工商合作 请与我们业务部艾伦莫经理接谈 如果大家有任何活动 社福活动 任何慈善活动 想透过我们宣传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一起和大家推动 好 欢迎回到坚尼地政经 在广告之前我们就和方元讨论了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尤其是下年有法案通过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所谓投资的问题 要过一些委员会 但是其实这件事都不是在发生在下年的 我们说下年拜登在博士会 会做一些动作 但是你看着前几天已经有消息出来 就是按年度对外投资比较 就是中国的FDI是跌了很多的percent 我记得跌了八成多 然后旅游业数字跌了九成多 就是其实这件事 其实不用等拜登出手 那些投资者已经闻到糯米了 是啊 其实你看回FDI的统计 有一幅图可以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看回左边的图 蓝色线呢 其实就是说的是 美国投资中国的FDI的禁额 其实都挺多的 就是说的是 比如过去这十多年来说 你看到那个数字 都是说的是 两百亿两千亿美金以上的一年 基本上 去到1516年那些 无端端端端端端端起身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17年18年 就是说贸易战 所以这些统计基本上 就是在那边 快快开始做完它 你知道之后 其实都很难再投资中国 即是是美国的公司 所以你看到 其实由1718年 就开始高速地下跌的了 已经 美国对中国的投资 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是慢慢升的 但是那個數字其實還是比美國少一折 直到2020年 肺炎那一年 剛好就是這個交叉出現了 第一年首次這十幾二十年裡面 是中國投資美國的金額是太過美國投資中國 所以其實這個所謂糯微或者是這個事件 早在特朗普打貿易戰的時候 其實已經醞釀了 或者其實已經開始 作為一個投資者 你知道政府的取態是這樣 其實你由1718年就不會再放膽去投資中國 但是你這樣說其實都令到我們都覺得投資者是挺聰明的 我們在說1718年 1718年你用回香港的時間線 所有事情都還沒發生的時候 而且1718年可以說是特朗普剛剛上台沒多久的時候 當時大家都還是覺得它有點癲癲的嘛 就是不覺得這些東西是堅持的嘛 你那時候還有很多北韓新聞等等的出來 所以可以這麼說呢 就是大家在1718年的時候 商界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 我們是需要去中國脫鉤的了 絕對是 這個是無用之意的 我想除了是FDR 或者我分享一點點個人的經歷給大家聽 話說那時候我還是在IBAN做著 我那時候就負責幫中國內地的 主要都是民企出去買東西的 那時候呢 其實呢 已經聞到中國政府是不想你的公司 在它沒有批准 或者是沒有它的額頭的情況下 你出去買東西 就是那時候在說走錢 這個題目當然講了幾年 但是那時候其實已經聞到 這件事情 譬如 我也挺有印象 譬如1516年 close了一個交易 譬如一個中國公司買了一個 譬如歐洲的 譬如荷蘭也好 德國也好 那你作為一個民企 其實你過幾個政府部門 譬如中國你要過稅務局 商務局 證監會 還有一個 我忘記了是什麼局 那三五個政府部門之後呢 你就能夠打錢出去 因為你有一個文件 就是你簽了合同 就是M&A那些合同 就是 基本上它批的 就是基本上一個月左右 幾個部門都批了 但是去到1718年呢 我都聽說過那些行家說回來 或者我們自己親身經歷 是起碼兩三個月以上的時間 那當然你就不要問為什麼 總之那些政府部門 總之就說 哎呀 經常都說你的文件不夠啊 覺得你的決策不確實 是不是想走錢而已 這個那樣 其實那時候呢 如果你有一點點想法呢 中國那時候開始不讓一些公司 出去海外去做一些投資 特別有幾個行業 譬如房地產 譬如那些俱樂部 足球會 如果還記得那些什麼 中國米蘭 哈哈哈哈 國際米蘭被人買過 然後我們看到 我記得有一間又是被中國買了 在英超那裡 是買了很多的 我忘記了 不過那家中國米蘭就很慘了 真的差點國米那幾年被它搞死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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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看到那些俱樂部那些 譬如那時候復星那些 就是出去買很多東西的 還要買了一些大大件的 那後來其實 其實已經完全沒有什麼 這些M&A活動 就是你不要只是說 你外面進來 就是那些人不想進來 你外面你出去出去 其實都不 就是政府部門都阻止你中國自己出去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些 是啊 是啊 所以反過來就是整個環球 我們看這個貿易 或者看得特別一些M&A M&A比較行前一點 在我的角度 因為有M&A才有其他生意去發展 那其實已經感覺到 譬如你進入中國那個的困難程度 那時候就不算太高 但是一向你入中國都做不到生意 就是你不可能一個資本主義的 一個想法就是 這間公司或者這個 這個財產私有化這件事 永遠不行的 所以你看到譬如 日本仔進去做車的 Honda Toyota 你都要合資 那你 譬如去到銀行都是要合資 那四大會計師樓都是 要和譬如內地那些 要一起去合作才行 那就是沒有一個這樣的 正式的Formation 那這個其實外國投入去 一向都難或者是都不多的了 那所以就是 那這邊這樣來 那邊這樣去 其實兩邊都開始縮緊 你看到那時候已經開始 貿易或者M&A都已經開始 是誤易做的了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呢 其實過往呢 美國或者外來投資者 對於中國的投資主要投什麼多的 就是譬如我們去美國投資 那當然什麼都有些 你由這個房地產 那你又可以買 股票債市又可以買 我可以甚至乎買一間公司回來 整間公司變成了廠 那你看一下英國就知道了 英國連一間Clarke的鞋廠都變成了中國廠 然後你很多東西都可以買回去 那但是外國人 對於中國 所謂進入中國市場 它主要的投資的產品是什麼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做M&A 比較值錢的是幾樣東西 第一個是技術 第二個是品牌 第三個就是一些網絡 或者一些我當是一些團隊 或者一些人材 那這三件事是比較值錢的 以我的了解來說 那另外呢 你投入中國 你想想這三件事 你數得出幾樣先 有品牌 有李寧 但是品牌是 我說的是過百年的 歐洲美國的公司 有過百年的品牌 李寧也沒死 比如你說360 361 好像是361 是啊 中國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老大品牌公司 是啊 所以你進去中國買什麼呢 就買一些比較便宜的東西 買生產力 順便打賣市場 嗯 最主要就是這兩樣東西 因為生產力那時候 比如說回到十幾十年前 人工便宜 地價便宜 這個不用說了 所以就為什麼 比如這麼多外國公司 投入中國 進入廠 第二就是 一向中國市場都比較封閉一點 所以你要打進去 你不可能是 就這樣走進去的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一定要透過一些投資 或者是在那裡 最好就是拿你的品牌 在中國生產 然後就是 銷售到那個市場 中國政府是最好的 你最好就把這個方便拿去 哈哈 這樣就 對中國政府來說是最好的 但是外國人都不是傻 後來都 傻過幾個的 對 後來 後來 所以你會看到 對 所以就是你入中國 只可以買一些相對便宜的東西 而且就是 你也要和政府合作 sorry 政府也好 或者是那邊的機構合作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這個東西沒有那麼 unique或者是貴 我們可以這樣說 會不會其實我們 所謂在中國的產品 或者我們 中國的投資資料 其實很差 其實我們除了在香港 買股市 買IPO 即是你直接投資一間 拒絕了的公司之外 另外的 其實我們都只不過是 得了一些所謂的生產力 還是 我們說的是 一些很浮動的生產力 因為當時是說 全球定價很便宜的年代 成本很低的年代 已經不是今時今月的中國 所以其實 進入中國的市場 到中國沒有了吸引力 這件事不是2023發生的 即是其實很早已經出現了 沒錯 但是這樣的 剛剛補充回同學 其實歷來 中國都 抱歉 外國或者美國 有一些產業 其實 在中國那裡 投資源 是可以找一大筆的 譬如 紅燦資本 Score做的本業 就是一些技術的東西 譬如你看回 比較大的技術公司 阿里巴巴也好 我想JD 或者是Bidu 其實 我都很肯定 有些外國投資者 聰明的一早進去 嗯 即是未上市 你想想孫正義那時候 為什麼多買阿里巴巴 其實都是一種外國的投資 那時候其實都還可以玩 首先你可以注資一些 開始 比較有前途 然後鋪帶去 然後上市 其實常常上市 你見到這堆公司 譬如圖見到那些 很多都在香港上市 那如果你想想上市那時候 你覺得那時候 或者是10年前也好 基本上你一定要用外國的iBank 也不少是美國 所以華爾街在那邊 找到一波快 先投你的東西 養到你大了 養到你肥了 再來香港割 我再找其他的從業人員 一起再割多東西 那他那邊是賺到盆滿盆滿 這個就是那時候的故事 再玩多一轉 就是由香港上市 再做多一個ADR 在美國再上多一轉 又是華爾街 不用想了 所以那時候 或者是過去這10年8年 都還有一個比較詳細的東西 給你玩 就是科技股 就是中國 就是這10年8年 最標誌性的一個行業 但是現在 你說10年8年 阿里巴巴說的是2014 JD都2014 就是京東那一堆 其實這件事已經過了10年了 是的 但是你玩完 你看看全部的老闆 我想你擺出來的那些 不是衰強坦 就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一輪 然後在日本耕縱 要貴隱田園 是的 所以你就看到其實這個 如果當這件事都開始轉變的話 那你都不用想這件事都還可以玩 還有你看到 如果我們說外國投資者 很有吸引力的東西 原來一直都不是很多 最有吸引力就是這些所謂IPO等等的問題 你會發覺接下來我們什麼時候呢 我們看到你的圖片 百度是2005 2014年是阿里巴巴 我錯過了 原來2018還有一隻拼多多 那2023還有哪一隻呢 你說的時候 你會發覺2023 你沒有哪幾隻準備上市的東西可以 其實應該有隻螞蟻的 這點吧 你就不要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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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的你就不要提 等一下 有一隻也是像你所說的 剛才我們看到下面 Economist的那條巴 應該有一條巴是最長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一隻 螞蟻十鋒的應該很長的 那條巴是大過阿里巴巴的 哈哈哈哈 人家喜歡玩扣血嘛 就一下子扣都沒有了 哈哈哈哈 其實那一下如果阿里巴巴上到 應該是中國銀行業改革來的 應該是做到最大的 不是 螞蟻是嗎?螞蟻上到 是螞蟻是嗎? 是啊 沒有意思 整個金融體系 不同了已經是整個玩得很modernized 其實美國佬現在抄回中國的東西 如果你問我 現在都是 即是金融體系上的一些P2P 那些爆了淚的之前大家聽到 是現在在美國還有這些 所以其實中國如果不是殺了那一段 那幫的企業家 其實是有機會在這裏可以 變成一個 怎樣說呢? 全球領導的一個行業出來 是啊 所以當螞蟻如果不存在的時候 我們正在計劃2023 大家說進入中國市場還有什麼好買 剛才說的 品牌你又不存在 跟著你market assets 有又沒有 因為你的內需都不是特別強 那我不需要這麼貴買你的assets 還有你買一些 所謂的新的投資科技產品 如果它真的完全不存在的話 外資對於中國的投資是迅速減少 這件事是求人得人的 你都沒有賣 又不要說我不來才行 絕對是 還有這段時間 還有多了一些 少度的壞新聞 譬如 有些美國著名投資者 之前常常唱好中國的 又有三百萬錢 煮不到出來 那些 大哥都害怕的 這個是最大的風險 你下賭場 你對不到演 那這件事 大家就不來 還有你也很無聊 那個人是否經常說 是一個中國最好的投資者 唱好中國的 你問一下他 他開了一間新的Family Office 你問一下他放在哪裡 新加坡 他放在新加坡 Family Office 會不會放在香港 他自己也不放在香港 他的Family Office 都放在新加坡 他領個東西嘛 所以不如轉一下 另一個陣營試一下吧 那他很低調地轉的 叫了兩聲 說痛 我痛 你快點讓我走 走了之後 他回不回來呢 他繼續賣口乖的 這幾年我記得 幾個月來都很乖的 繼續唱好中國市場的 不過自己的家裡辦公室 就放在外面了 這些我們所謂悶的 他不是我們所謂的 是呀 向前走向後走 很有中國特色 很有空中國特色 沒有辦法 你不會像李先生那樣 真的可以回頭走 那大家就馬上悶了 這些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說到最後 我們都要講回一個小小的問題 中美之間那個所謂貿易戰打到現在 我們當年是有一個很大的傳聞 我覺得今天都值得去確認一下 那個傳聞就是 沒有了中國廉價產品 你美國都不要太好受 就是因為我沒有了中國 所以你們一定會熬通脹 這個這樣的事實 可不可以說是已經兌現了呢 這個事實就完全是不對現了 反而有趣的是 如果我們看回二、三年 最近的數字看 二、三年其實美國 投資中國 或者美國拿中國的貨物 是少了很多的 就是說的是 之前是說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出口上 兩、三年前是 但是去到二、三年 或者二、二年尾 已經不是最大了 Sorry 去到二、三年 已經絕對排在第三 如果看回一些新的新聞 譬如加拿大、墨西哥那些 就超越你了 譬如看回那個圖 如果你說Emerging Market的話 就是新興亞洲市場 混合在一起 都已經高於中國了 所以 這樣看的話 其實中國其實不是很重要的 對於美國的投資者市場 但是事實上 現在我們真的看到 美國有一個很強勁的通脹 你在華文媒體 你什麼都不用管 先取消消費 因為就是我 就是你飛了我 所以你的通脹就上升了 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 都叫事實呢 首先我剛剛講了一部份 我先看到入口 中國的東西先少了 但是二、三年 其實入口再少一些 但是美國二、三年的CPI 開始回落 現在都正在回落 我們準備出一個新的CPI 我相信有機會會繼續回落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入口了中國少的東西 但是同一時間的CPI回落 其實就沒有關係 就是很直觀地看 好了 我們再學術一點點 看看究竟美國的CPI 是如何構成的 找回一些上網的新聞 這個CPI不是科學 所以最大的份是房屋 然後第二份是飲食 就是餐飲 第三份就是交通 這三個加起來 都七成的了 差不多 所以這三個裡面 就問回大家 有多少是中國來的呢? 房屋不是 一定不是啦 飲食 有一點點材料 可能 應該也不多 因為很多大麥 全部都是美國自己出產的 美國是一個很強勁的農業城市 或者隔壁拿 隔壁拿 隔壁拿 你不在北邊拿甜 就是拿那些葡萄酒 你不在南邊拿一些粟米回來 你不喜歡就吃一下TACO 對吧 很多選擇 美國隔壁有52個州的 一個在北邊 一個在南邊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 那你拿那兩個就行了 對了 對了 所以 所以飲食這裡都沒有了 最後的交通運輸 其實就沒有關係 裡面有些能源 石油 或者車 那些一手車 二手車的那些東西 那這些component 其實都不是太關鍵的事 跟你說 那CPI裡面七成都不是太關鍵的事 OK 那你真是關鍵的那些服飾 2.5% 或者一些其他的服務商品 2.7% 沒有的 基本上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3.5%左右的 最終的 而且這3.5%裡面 你加了多少架呢 譬如說 如果這3.5%裡面 加5% 其實就是0.25% 整個架 就是不重要到一個點 所以我想 大家在聽一些訊息 或者去了解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的習慣 就很喜歡找回一些數據 或者是最根本的東西 或者哲學一點 就是本質是什麼 CPI的本質就是房屋交通飲食 那如果你問到 喂 有些人可能說 那邀請 我給你一個數據 房屋 醫療加交通 醫療更加不關中國的事 醫療就是你買保險的那些 所以基本上就跟大家說 美國的CPI和中國的 Decoupling 是不是一個那麼重要的關係 醫療也有關的 當年說口罩也有關的 還有潘尼西林 但是說真的 我當你加了多少 現在 你自己美國本土生產 潘尼西林 都不是特別貴的 你知不知道COVID 藥 現在 Visor那一盒 就是之前抄得很貴那一盒 五個水美金 大哥 你想想那裡買了多少個口罩 是啊 你只想想其實 你那個所謂的廉價產品 佔它的實際上市場是很少的 所以 美國和中國脫鉤 那是不是導致CPI嚴重通脹呢 那這個我相信 沒有太大關係的 那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兩個禮拜之後 又看回 又和方圓聊聊 究竟我們 有一些什麼 就是美國的資訊和科技 其實都是和我們息息相關 那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 OK 謝謝方圓 謝謝Jay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我們